就是个死银虫!Kid超闲诗简讯靠你窝,Axi是什么意思调情笑三奶精?网路,银剑不能移。 Kid,林百生,爆出在和许维恩交往期间偷吃网红奶精,李敏如,她也承认确实有发生过,甚至是在许维恩的闺房发生关系。 两人过去交往种种细节也被挖出,女方闺蜜爆料两人因为合作MD三季而认识,她常主动约奶精吃饭,初期为了闭人耳目会找其他人插花,随着感情发展,她传简讯时用词肉麻,闲诗,让女方完全沦陷。 据时报周刊报道,闺蜜透露Kid刚开始的确曾向奶精表明正在和许维恩交往,却又告诉对方,如果我们有和许维恩在一起,我就会追奶。 让当时只有22岁,个性甜真的奶精深信不疑,认为不久的将来,两人真的会变成男女朋友关系。 此外,当时Kid会传简讯和奶精调情,多是以男友角色的用词,除了友好想奶,爱奶哟,需要奶让我重新制作这类基本款的之外,还有闲诗款。 她曾问,靠奶哟,阿克什里是什么意思?女方不知道答案,她暧昧解答,奶嘻嘻我,尺度算是蛮宽的。 只不过奶精与Kid的地下暧昧情只维持了大约一年,据闺蜜表示,奶精有次发现除了她和许维恩,Kid还和其他女生暧昧。 最后决定断掉这段感情,不久后她遇到真命天子,已经结婚并遇有一个女儿,只是没想到却在2017年Kid与徐维恩分手后,男方竟又传讯息给她,闺蜜不解,不知想干嘛。 Kid听到旧长被翻书,无奈表示,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,也承认,那个时候和小恩感情有点状况,所以发生这段关系,这件事小恩后来知道了,她也不想再追究,强调感情属于私事。 不希望再浪费外界资源和时间,希望大家别再多做讨论,并感谢大家关心,不过她难言沮丧,言盘间流露出眷情,想退出演艺圈的念头。 而许维恩则回应,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不想再追究。